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巨头拉响了红色警报 抢夺人类未来的蛋糕争夺战正式开打了 仅仅一年 随着各大资本和巨头入场 AI人工智能的技术迅速发展 从底层弹幕形 到基础设施 到机器学习操作 再到消费端应用 生成师AI的生态已经初步建立 并且将在2024年 随着AI的进一步训练和稳定 行业发展会加速向下游移动 人工智能会进一步改变你我的生活 乃至改变整个世界 这期视频 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时间线 来回顾一下ChatGPT发布的一周年 大模型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 那我们先来看看OpenAI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美国时间2022年11月30号ChatGPT正式上线 2022年12月4号推出4天之后用户破百万 两个月之后用户破亿 2023年1月23号微软向OpenAI投资100亿美元 2023年2月1号OpenAI推出ChatGPT Plus订阅 开启了付费旅程 2023年2月1号OpenAI发布GBT4 Plus的用户可访问 2023年3月23号ChatGPT Plus用户可以访问第三方插件 和浏览模式可以访问互联网 2023年5月18号OpenAI推出了ChatGPT的iOS应用程序 7月10号OpenAI向ChatGPT Plus的所有订阅者提供 其专有的代码解释器Code Interpreter插件 2023年9月25号OpenAI宣布ChatGPT现在可以看听说 ChatGPT Plus用户可以上传图像 而移动应用程序用户可以与聊天机器人交谈 2023年10月19号OpenAI最新的图像生成模型 Dolly3被集成到ChatGPT Plus和ChatGPT Enterprise当中 该集成使用ChatGPT在与用户对话的指导下编写Dolly提示 2023年11月6号OpenAI举行了开发者大会 推出了GPTs 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GPT 未来甚至还可以上传到GPT Store 2023年11月17号Sam Altman被董事会罢免 几天后2023年11月21日晚 Sam Altman回到OpenAI恢复了CEO头衔 正值ChatGPT一周年之际 OpenAI内部上演了连续反转的董事会罢免CEO事件 虽然最终Sam Altman回归了公司 但是这场风波将OpenAI内部的分裂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而这家公司的内部冲突和信息不透明 让外界对AI的发展充满了疑问和担忧 上GPT5是什么样子的 QSTAR项目是什么 是什么触发了OpenAI此次的管理层冲突 AGI真的在OpenAI内部达到了吗 路透社就爆料说 在Sam Altman被董事会罢免之前 OpenAI内部的研究人员发送给董事会一封信 而这封信请告称 他们发现了一种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 重大人工智能技术 代号为QSTAR QSTAR被一些OpenAI的人认为 可能通向超级智能 或者人工通用智能AGI的重大突破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 他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而正巧在不久之前的亚太星和组织峰会上 Sam Altman说了以下的这段话 现在有4次在OpenAI的历史上 最新的时间是在最后几个星期上 我已经在室内 当我们在室内推荐恢复的尽力 和发展的尽力 而能够做这些 所以现在外界又开始各种猜测QSTAR是啥 是不是OpenAI内部已经达到AGI了 各种的阴谋论 公式 引用 各种各样都出来了 因为达资深AI科学家Jim Fenn 也在LinkedIn上面说 我从未见过一个 让这么多人幻想的算法 只是一个名字 没有论文 没有统计数据 没有产品 就足以开始让我们对QSTAR 幻想进行逆向工程 那我跟硅谷的一些资深的AI科学家 也聊过之后 可能的结论是 没有传得那么神 目前我们觉得比较靠谱的猜测是 AI领域有一个技术叫做Q-learning 那么大致可以理解为自己学习自己 那么比如说 AlphaGo学习了人类以往的所有的棋谱 然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和人类的棋手下棋 这个时候AlphaGo围棋的水平 相比人类顶尖棋手 还只能说得上是有来有回 这也是它打败科捷和理事时 能够引起如此轰动的原因 但是人类的棋谱中又是有限的 能够陪着AI下棋的人类顶尖棋手 也是有限的 那么想要进步更快 就要有更多的对局 更多的棋谱 那么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 自己和自己下棋 通过自我对异 AlphaGo Zero在三天之内 以100比0的战绩战胜了AlphaGo Lee 也就是战胜了李世时的AI版 用40天超越了所有的旧版本 那么从此之后 人类棋手和AlphaGo的水平偏差地别 我们知道呢GPT3几乎是 学习了整个互联网的内容 那么问题来了 人类写的内容学习完了怎么办呢 能不能AI学习自己生成的内容呢 那么QSTAR有可能就代表着 大模型也可以通过 学习自己生成的内容 取自我变强 那么当然啊 这都是外界的猜测 并不是OpenAI官方的解释 但是呢 这也是问题所在 OpenAI董事会 为什么会罢免Sam Altman 到底什么是触发因素 技术突破到底是什么 QSTAR是外界孤独解读了吗 那任凭外界如何谣传 如何解读 OpenAI目前也没有 给出任何官方的信息 还有解释 在XGPT上线一周年之际 OpenAI正变得越来越神秘 而OpenAI也正变得越来越庞大 话语权越来越重要 对资金的追求越来越强势 就在2023年圣诞节的前几天 新闻爆出OpenAI正在用 1000亿美元的估值 在进行下一轮融资的谈判 如果达到这一估值 OpenAI将成为仅次于SpaceX的 第二大估值的 美国初创独角兽公司 而在OpenAI快速推出新模型训练 同时推出商业化产品 打造生态之际 巨头们也没有限制 那么首先来说说 迄今为止的领跑者之一 微软 在XGPT火爆全球之后 大家才发现 原来微软才是这背后的大赢家 除了火速向OpenAI追加 100亿美元投资股份 占比49%之外 微软动作也很快的 将GPT运用在了自家的应用上 2023年2月7号 微软推出集成了GPT的 Beam Chat 或者叫做NewBeam 2023年3月16号 微软是发布了 Microsoft 365 Copilot 将GPT4集成在了 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Teams 等等 Microsoft 365当中 但是发布这些新功能 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无数的调整 优化工作 并且还要采购 足够多的服务器 支持上亿用户的使用 直到今年11月15号 微软举行的 Egnite技术大会中 微软CEO 纳德拉表示 微软是 Copilot AI助手公司 现在是Copilot的时代 而每个人做任何事情 都将会有一个AI Copilot The way to think about this is Copilot will be the new UI that helps us gain access to the world's knowledge and your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but most importantly it's your agent that helps you act on that knowledge 微软呢 宣布 BeamChat 更名为Copilot 可以免费使用 GPT4 Dolly3功能 并且呢 拥有了独立网站 Copilot 将嵌入所有 微软旗下的应用当中 微软啊 还推出了 Copilot Studio 你可以自定义GPT 成见新插件 自定义工作流 而慢慢的啊 我们开始发现 微软和OpenAI之间的关系呢 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在Sam Osmond的 董事会罢免风波期间啊 微软和CEO 纳德拉 除了快速稳定局面之外呢 还将不少OpenAI的客户 特别是大客户群体呢 是转移到了自身平台上 因为通过微软云计算服务 Asher也能够调用OpenAI的模型 那包括了ChanceVT Codex 还有Dolly 客户们还不用担心 OpenAI的内动风险 在当时发生 Sam Osmond被罢免了 这一个周末之内 其实有很多家的初创企业 已经直接从OpenAI那边 转向了微软的 云服务的品牌 因为在那边 它不仅可以用到Azure 它也可以直接去调用 OpenAI的模型 在微软的平台上 那还有很多的公司就转向了 它的竞争对手Anthorpic 那Anthorpic那边 它的股权架构 公司架构就简单直接的多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生态下 市场的一个形态下 虽然OpenAI现在 还是有先发优势 有技术优势 但是它的竞争对手 成长的速度也很快 可能留给OpenAI的时间 并不多了 所以微软和OpenAI的关系 虽然是深度绑定的 但是也是各怀有一心 那比如说OpenAI与微软的竞争对手 Southforce就建立了合作 而微软也为OpenAI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Meta的开源大模型 Lama 2站台 成为其首发的合作伙伴 所以微软和OpenAI深度绑定 有一敌一友的这种关系 将在接下来的一年如何发展 我们也拭目以待 而接下来 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大玩家 谷歌 在XGPT出现的时候 市场是一片唱衰谷歌的声音 现在依然如此 但是谷歌在这一年当中 也是被迫的加快了步伐 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 之前已经有报道说 谷歌最被关注的多模态模型 Gemini 推迟到2024年第一季度 结果谷歌在12月圣诞节之前 就框框的狂放模型 不仅是发了Gemini 还发了文生图AI模型 Imagine2 还有视频生成模型 VideoPoet 以及在医疗锤类上 也疯狂的发力 推出医疗人工智能大模型 MAD LM等等 红色警报来了之后 谷歌卷起来是真卷 我们接下来就用时间轴 来回顾一下谷歌的这一年 在2023年2月6号 感受到XGPT和微软的压力 Google是正式的发布了 聊天机器人Bard 之后2月8号 谷歌举行Bard的新闻发布会 然而在当天的发布会 宣传视频上却犯了错误 直接在一个天文问题上 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市场认为谷歌在恐慌中 将Bard推向市场 一夜之间 谷歌市值蒸发超过千亿美元 之后 谷歌决定奋气直追 在2023年3月10号 谷歌推出了PalmE 这是史上最大的视觉语言模型 具有5620亿个参数 继承了可控制机器人的 视觉和语言能力 2023年5月10号 谷歌推出了3400亿参数的Palm2 来对打GPT4 那么号称在参数量更小的情况下 让模型可以更高效地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然而相比OpenAI 以及其他的开源大模型 谷歌既不是大模型公司 也不打算开源 也就是说谷歌它其实看重的是 自身模型和自身应用的一个结合 比如谷歌在发布会当中就说 超过25个产品和应用 目前是接入了Palm2的能力 包括要去对标微软365的Copilot 以及AI在Gmail Google Docs 还有Google Sheets中应用的能力 同时财经媒体CNBC还爆料说 谷歌正在研发Palm2和广告的一个结合 包括允许广告商生成自己的内容和媒体资产 还有对标题和描述等方向的 Palm2的一个结合 都是在测试当中 那么CNBC这篇爆料就显示 AI驱动会在100多种谷歌产品上面运行 包括了Google Play商店 Gmail Android的搜索 还有地图等等等等 年终的时候 谷歌还相对安静 但是在12月 谷歌突然发力 2023年12月6号 外界期待已久的 谷歌多模态大模型Gemini 终于发布 包含了三个版本 Nano Pro 和Ultra Pro对标GPT三点谷 Ultra对标OpenAI 在今年3月发布的GPT4 被谷歌CEO Sunder Petrae称为 谷歌迄今为止 能力最强的AI模型 可以处理文本之外的信息 包括了图像 视频和音频 从谷歌发布的 演示视频中能看出 Gemini结合了视觉和听觉 充分展示出了 多模态模型的 巨大应用潜力 但是呢 也正是这段视频 在业内掀起了 激烈的讨论 What do you see now? The fingers are spread out to look like the wings of a butterfly What's this? Big ear and barking mouth A dog Sweet! 谷歌的 Gemini演示视频 看上去非常的流畅 一技何者 但是后来在同步发布的 60页报告中被发现 Gemini结果下面灰色小字 标注了 COT at 32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 Gemini的测试 使用四维链提示技巧 尝试了32次选最好的结果 被批 夸大测评成绩 把最好的拍摄结果 拼凑在一起 但是实际 准确度根本达不到 对此 谷歌也直言不讳 承认视频 经过后期处理和剪辑 而Gemini到底上线之后 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我们要等到2024年 才会有更加清楚的认知 不过啊 目前谷歌内部 已经多条产品线 开始和Gemini相融合 或者呢 基于Gemini开始 衍生出各种应用的想象 包括一个被称为 埃尔曼计划 Project Almond的项目 让AI大模型 读取用户的照片 搜索历史和生活记忆 等等数据 创建一个能够有 BirdView 鸟看人们一生数据 全面了解你懂你的 AI生活出手 埃尔曼计划团队 演示的时候就描述说 想象一下打开XGPT 但是它已经知道 你生活的一切 你会问它什么 与此同时 2023年12月13号 谷歌上线了 文生图模型 Imagine2 这个文生图的增强模型 由谷歌DeepMind开发 谷歌声称 与第一代Imagine相比 Imagine2在图像质量方面 显著的提高 并且引入了新功能 包括渲染文本 可以用于商业用途 和品牌logo的生成 通过改变训练数据和方法 Imagine2能够生成 更高分辨率 更美观的图像 几天之后 在文生图模型之外 谷歌又在12月19号 推出了视频生成模型 Video Poet 不仅能够根据视频 加入音频效果 允许交互编辑 更重要的是 比起其他视频生成应用 只能够输出 两秒左右 很短的视频 Video Poet 通过了一个 讨巧的办法 让AI根据 前一个视频的 最后一秒 接着预测 下一秒的内容 来延长了 整个视频生成的长度 同时 在2023年12月13号 谷歌在医疗 人工智能 大模型上 持续发力 推出MathLM 这个模型 基于MathPalm2 在2022年 谷歌MathPalm模型 因为通过了 美国医疗执照考试 USMLE 而成为了 当时的新闻头条 当时的准确率 是在67% 而今年 MathPalm2 进一步将准确率 大幅度提升到 86.5% 而根据谷歌的说法 这个分数相当于 专家医生的水平 谷歌表示 在未来几个月 会将基于 Gemini的模型 集成到MathLM模型当中 以进一步扩展 人工智能的功能 未来 亦在用于 整个医疗保健行业的 各个方面 包括了医院 药物开发 面向患者的 聊天机器人等等 比如说 美国医疗保健巨头 HCA Healthcare 正在将MathLM模型 用于记录 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 并且将其自动 转译成医疗记录 从而提高记录的质量 AI药物发现平台BenchZine 正在使用MathLM模型 快速地筛选 大量临床数据 并且识别 某些疾病和生物标志物 之间的联系 而谷歌在年底 狂发模型这一点 也很有意思 谷歌的新品 发布时间大多 集中在每年的 5月到6月 过去几乎 没有在年底的时间段 发布过重要的产品 而有业内的分析 就认为 这次破例 意味着谷歌的管理层 担心OpenAI的XGPT 微软的Copilot 以及其他快速 发布迭代的产品 正在成为AI领域的代表 谷歌必须加速前进 在OpenAI和谷歌等 一众公司闭门 造大模型拒绝开源之际 Meta和扎克伯格 反倒在过去这一年 摇身一变 用两个开源模型的发布 再次变得酷了起来 Meta在今年2月24号 发布了有650亿参数的 开源大模型Lama 在之后7月12号 发布了700亿个参数的Lama 2 在硅谷背负骂名好多年的Meta 突然成为了率先开源的那个 我们会发现的一点是说 Meta became the cool kids again 大家发现说 It's great 我觉得这个东西 无论是对于公司的形象 还是对于比如说 公司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这些都有非常正向的变化 也许并不是马上体现在 财报的收入上面 所以这个本身常现的是一个 非常positive的那么一个形象 我觉得每一个新的领域吧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能够让大家玩起来 所以我觉得Lama 2 相当于就是说是 把这个神秘的黑盒子给打开 说你看大家都可以用了 Meta在AI上的开源 可以说一早就注定了 在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的 那本书Genius Makers 中文一名叫做 《深度学习革命》当中 就有描述说 当年扎克伯格邀请深度学习 三巨头之一的燕乐困 去加入脸书帮扎克伯格 作证AI发展之际呢 当时燕乐困的条件就是 在Meta AI之后的发展 必须要开源 当时小扎答应了 于是呢 就有了如今Lama开源的路线 而确实在过去一年啊 Lama对创业生态的贡献呢 是不容小觑的 事实上大公司们的 B元大模型路线呢 越来越引发外界的不安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人 是占到了开源派 认为呢 开源有利于生态的 快速建立与发展 也能够集合全球的力量 帮助AI模型快速迭代 用群体的智慧去抗衡 AI时代集中的垄断 I am on the side of the open source now So when I say open source I am saying open data So it can inspect the data Then it's train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should be open Because if everything is open You can get all You know You can engage all the community research community You know Hackless and so forth To come together With A transparent process To improve the safety Reliability of these models Right? Yes I understand open source models Can get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d people Sure You have this very powerful open source model But you have transparent processes To certify them Right? And think about that It seems to me less riskier Than having just a few companies Owning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Yes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呢 也是有揽派 对吧 也有开源的这一派 也就是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Lama Lama 2 还有包括即将发布Lama 3 还有包括之前 Stanford也出过一个 Right Pajama 我当时也很看好 这个开源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层面上 之所以会看好 开源未来的发展 也是基于像Linux Foundation 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未来 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 生成时 人工智能 发展到一个阶段 真的开始接近AJI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探讨 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架构 更适合去支持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应用 和去持续地去支持 这样的一个社群的发展 我觉得Linux Foundation 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参考的例子 而在硅谷呢 有消息说 Lama 3呢 在明年早些时候 就会上线了 我们也巧受一判 同时 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 也在迎来更多的 大语言模型 这包括了Mistro AI 这是一家位于 法国的AI初创企业 2023年5月才成立 之后成立7个月 就成功地完成两轮融资 共计4.15亿美元 跨入独角兽行列 如今估值20亿美元 创始人包括CEO阿瑟门斯 首席科学家 纪奥姆·兰普尔 和CTO地墨西·克拉鲁瓦 门斯曾经担任 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的高级研究科学家 积累了优化 大型语言模型的宝贵经验 兰普尔和克拉鲁瓦 则在Meta人工智能团队 共同领导了大型语言模型 LAMA的开发 2023年9月27号 Mistro AI发布 开源大模型Mistro 7B 对标Meta旗下的LAMA 2 号称仅用73亿个参数 就能表现出更优的性能 对比一下 Meta的LAMA 2有700亿参数 而OpenAI的GPT4训练 用了1.76万亿个参数 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 Mistro 7B已经风靡硅谷 我知道身边不少的 AI出创企业 已经在使用Mistro 7B的模型 所以在2024年 除了少数头部公司 继续卷参数更大的模型之外 这样的小参数模型 将更有可能会百花齐放 带来更多选择的开源生态 那么说到XGPT一周年 怎么能够忘了芯片大赢家 英伟达呢 因为AI发展对算力的需求 英伟达可谓是过去一年的超级超级大赢家 物价在过去一年是上涨了超过200% 公司市值过万亿美元 那么英伟达如何成为AI浪潮中的大赢家 大家可以回看我们之前55分钟超级长超级深度的 英伟达GPU全解析视频 那么在时间上我们看到 XGPT推出之前2022年3月22号的时候 英伟达继A100之后是发布了H100的GPU 921号是全面投产 那不到半年XGPT发布 让英伟达的显卡立马供不应求 官方售价3.5万美元的H100 是成为了绝对的定通货 而最近呢 英伟达再次的发力 在2023年11月13号 发布了H200 与前前一代的NVIDIA A100相比呢 容量几乎翻倍 带宽呢 是增加2.4倍 在处理比如说像Lama 2 这样的一个700亿参数的大模型的时候 H200的推理速度是H100的GPU的近两倍 那么根据英伟达发布的财报 截至今年10月底的上一个财报季 英伟达收入达到了181亿美元 净利润呢 是达到了92亿美元 是去年同时期的13倍之多 那么与英伟达的风光无限相比呢 那么行业老二AMD就显得落寞很多了 因为呢 英伟达是垄断了Kuda框架 其他厂商呢 只能被动的适配 所以呢 在2023年6月13号 AMD发布MI300X GPU的时候 市场对于AMD的反应呢 并没有特别的强烈 但是呢 鬼谷不喜欢垄断者 在英伟达一卡难求之际呢 AMD不能说没有机会 目前啊 微软 Meta 甲骨文 谷歌 还有亚马逊等等 科技巨头呢 已经向AMD是下了大量的订单 而AMD官方预测 MI300芯片呢 将是公司最快达到销售额10亿美元的产品 此外呢 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些过去被我们忽视的事例 那么比如说手机芯片 2023年10月24号的时候 高通发布骁龙8 Gen3处理器 2023年11月6号 联发科发布天机9300处理器 两款芯片呢 都现场演示了本地运行70亿参数的大模型 那么如果高通还有联发科的野心呢 是在本地运行大模型的话 云服务厂商呢 也是绝对不会甘心为英伟达打工的 从2016年开始呢 谷歌就在自研AI芯片了 2023年8月29号 谷歌在Google Cloud Next 上面是发布了第五代的TPUV51 用于大模型的训练还有推理 2023年11月15号 在西雅图举行的 Ignite开发者大会上 微软呢 也推出了自研的AI芯片 Azure Masha 100 可以用于AI大模型的训练还有推理 那么Azure云服务呢 还会用上最新的英伟达H200芯片 和AMD的MI300X芯片 而OpenAI等用户的AI模型呢 已经开始在MI300X芯片上运行了 在2022年11月29号的时候 亚马逊呢 是推出了基于自研AI芯片 Inferentia 2的云服务 而亚马逊AWS 在投资OpenAI的竞争对手 Anthrobic 40亿美元之后呢 也和Anthrobic呢 是达成了合作关系 成为了Anthrobic的主要云提供商 其中亚马逊的Trainium 和Inferentia的芯片呢 都将在AWS群上 被用于训练和部署大模型 那同时马斯克的芯片研发也在进行 早在2019年4月23号 特斯拉呢 就展示了自研的自动驾驶芯片 在2023年7月20号 特斯拉表示开始生产 Dojo超级计算机 来训练无人驾驶汽车 那我有听到特斯拉内部的人是说 马斯克对英伟达独占 AIGPU市场这件事情啊 是大发雷霆 而他也不得不买一万账的 英伟达H100的芯片 那么所以啊 随着马老板这性格 特斯拉或者XAI的自研AIGPU芯片呢 也应该不远了 但是在过去一年 虽然我们看到GPU硬件有这么多的新闻 还有新的玩家涌进来 但是呢 云计算大厂研发的这些芯片 目前呢 还只是给自己用来保证 自己在AI争夺战当中的子弹是充足的 而随着竞争的加剧 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 能够看到GPU和训练成本的下降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说被OpenAI吊打的畅业者们 在过去一年啊 硅谷的大模型底层生态呢 似乎已经稳固下来了 大家开始接受 大模型就是巨头们的游戏这件事情 那么VC和创业者们 也开始在寻找巨头们看不上的赛道 然而呢 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绝佳的案例 就是JASPER 这是一个基于GPT3的AI写文案 是从硅谷孵化器YC 创业训练营孵化出来的公司 2021年的时候JASPER收入超过4000万美元 到了2022年呢 又翻了一倍达到了8000万美元 再然后呢 XGBT发布了 又忽然发现 XGBT不用付费 就能够实现差不多的效果 于是呢 JASPER的融资马上中断 公司呢 也在今年开始了裁员 那么在这轮AI浪潮当中啊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 不是其他公司的创业者 甚至呢 不是你自己 而是提供技术服务能力的大模型厂商们 在XGBT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AI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连简单的数学都算不好啊 那比如说XGBT有可能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那比如说他会一本正经的介绍 如何做一道番茄炒篮球 所以呢 当时初期的很多创业项目呢 也都瞄准大模型 不能做什么 或者做不好什么 只是呢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一点是 以上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XGBT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了这些问题 而技术发展的速度呢 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那比如说BeamChat集成了GPT 那么GPT就可以根据搜索的结果 来回答问题了 而让大家更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GPT4早就训练完成了 只是因为还没有完成 对价值观的约束 所以呢 还没有发布 结果呢 等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发布GPT4 又一次是震惊了所有人 因为呢 GPT4回答的质量更高 而且呢 GPT4有着多模态的功能 那么这是让一众 做多模态的创业公司 又被拍在了沙滩上 那么让这些创业项目 无法生存的原因就是 每一代大模型只会更强大 更通用 能够做更多事 2023年11月6号 OpenAI举行了开发者大会 那一天啊 在推特上最火的一个段子 是一个创业者 他在推特上写道 Sam Altman 毁掉了我300万美元的初创公司 而我只得到了500美元的 OpenAI API积分 那并不是说创业赛道就没有机会了 在硅谷 AI创业热潮依旧呢 进行的如火如荼 在OpenAI董事会 罢免分布的第二天呢 我是去到了硅谷的一个 AI复化器 HII House的黑客送聚会上 那么里面有大约200名创业者 还有技术人员依然对AI创业 充满了热情和新鲜 同时呢 风投机构们依然在出手 垂直赛道 基础设施 算力优化等等方向 依然是资金涌入的赛道 而业内人士认为 在2024年 更多基于模型的应用 将开始进入我们的主流生活 在接下来的一年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多如果纯粹对的 HIP的公司的话 就会死不少 对吧 尤其是第一波 这个很早拿了钱 然后什么都做出来的 而且会发生的是说 下面这个HIP 会降低下来之后 大家会 就是又会回归到 重新要做产品 对吧 就拿了钱之后 大家开始重新进入到 开发模式 所以我觉得下 可能明年前半年 会稍微安静一点 但明年过了一年之后的话 那个时候 会有大批量的产品 AI产品出来 就真正的会有用户 有场景 有这个实际上的盈利的 这种产品就会出来了 Everykind of industry So every company right now is doing AI or is using AI Now we'll see about in some of the use cases maybe it's not going to do much better than they're already doing maybe it's a distraction for some of them but clearly everyone feels the pressure if it's close to AI they are going to do AI you are a database company you are doing AI also you are going to do AI so force and the same time if you don't do any of those you have to have something like a pilot for your tool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 next year you are going to see which actually of this application we build this year are going to be get traction 而这也许只是 XCPT火爆全球之后 生成是AI爆发的第一年 一切才刚刚开始 而到达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那我们也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说到不仅仅是OpenAI 目前整个硅谷 也变得越来越分裂 那么到底AI安全 大于发展 还是发展大于安全 那么这两种信仰的价值观 在接下来的时间 还会继续在硅谷博弈下去 XCPT这一年 开始于一次商业化上的尝试 而终结于对商业化 和安全上的思考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 AI在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也看到了社会各界 在AI对社会影响上的思辨 那么相信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AI的进步只会更多 那么对AI的思考 讨论 争辩 还有监管 也会更加充分 无论QSTAR是什么 也许很快 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而这一切创新发生在硅谷 我们硅谷101 也不停地创作了超过 十期关于AI的视频内容 那么就像是站在电影院的 第一排看演出 演员身上的一举一动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而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硅谷101也能够继续作为一线观察者 带大家从这里 始向未来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先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